上升这个作品呢 它的前身是来自于去年 新加坡TH1 无人舞团的一首总监郭瑞伦 邀请我帮Solo Duet 这个系列来做的一支双绒的作品 那时候我选了两位 子豪跟文威两位非常俊俏 跟性格迥异的男舞者 作为我的partner 那我就想说 那如何来编一支两个人的Mass Talk呢 那既然是Mass Talk 于是我就想到我过往的一个经验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在台湾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那我当初在看那个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压抑 原来相声这样子的一个表演艺术形式 可以这么的贴近我们的生活 可以这么的幽默风趣 可以这么的新颖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以后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利用相声 这一个启发来作为舞蹈创作的一个根源 舞蹈其实就是源自于生活 那如何从舞蹈里面去探讨我们生活的一切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先的一个我们可以去取材的 在创作之前呢我跟瑞文有做了很多很多的沟通 我们做了各自做了许多的research 那我们舞者的身体它是用身体来表达 所以如何结合语言戏剧以及舞蹈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媒界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剧场里面 观众能够透过我们轻松幽默的形式 或者是一些手法 但是到最后他能够很深刻的去反问自己 我 我这个人 这个人在生活 这个人在社会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让我们期待吧 我也很期待 谢谢 谢谢